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半龙和小伙伴们跟着乌鸦鸦来到了水果镇 在果园里 果龙们正推着小车运水果 这时 几只黑幽幽的乌鸦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叼起小车里的水果 调皮的四处乱扔 小半龙为难地挠了挠头 这些乌鸦全都长得一样 哪个才是真正的乌拉拉呢 就在这时 水果精灵出现了 看到好好的水果被乌鸦们丢弃浪费 非常生气 不准浪费水果 水果精灵生气地说 可是乌鸦们根本不理它 还在不断地扔水果 为了教训一下浪费水果的乌鸦们 水果精灵用魔法把他们全都变成了大芒果 乌拉拉一定是喝了魔法便便泉泉的泉水 只要它再喝一口 就会恢复原样了 唐小鸦说 小半龙和小伙伴们立即出发 没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神奇的魔法便便泉泉泉 看守泉水的石精灵伪装成石头的模样 当他看到有人来的时候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石精灵以为大家是来偷泉水的 于是向大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发条熊勇敢迎战 最终获得了胜利 小半龙告诉了石精灵水果阵发生的事情 并请求石精灵允许他带一些泉水去帮助乌拉拉 石精灵答应了小半龙的请求 很快 小半龙和小伙伴们就打了几壶泉水 开心地离开了 回到水果阵 小半龙带着泉水来到了水果广场 此时 大芒果们正在这里等着他们呢 小半龙把泉水给芒果们喝了下去 芒果一个个的消失了 嘟 嘟 嘟 只剩下乌拉拉还保持着芒果的模样 水果精灵说 乌拉拉要在一百天后才能恢复原样 乌拉拉后悔极了 以后再也不敢浪费水果了 在这里等着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